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便下定决心一面念准提神咒 一面找遗失的东西 因为我记得师父说准提神咒灵验无比 过了十五分钟 果然在家里找到全部遗失的东西 我的钥匙被放在挂钥匙的地方 可是太多不同的钥匙很难辨别 弟弟的钥匙掉在一个非常封闭的角落 如果不是菩萨指引 肯定很久后才发现 爸爸的假牙被老鼠咬去别处 掉在一个橱柜后面 如果不是菩萨指引 也是很难发现 哈哈 非常灵验 在此要呼吁各位师兄们一定要念准提神咒 真的非常灵验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一切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各位师兄们好 我来分享一下 9月16日 我请了释迦牟尼佛和师父 同时请师兄们来帮我度的新师兄设佛台 他们开车来 因为路不熟 打开了其中一位师兄手机的导航 到我家后 师兄们跟我说 快到家有一公里路程 拐过弯后 导航手机红光一闪一闪的 甚是法喜充满 我家里的气场和去年设佛台时明显不一样 当天师兄们看我们精进学佛 法宝很少 发行机缘法宝给我们 19日收到法宝 和师兄分享请法宝后 我回家路上看到的天上五彩祥云 拿手机拍了下来 给前天设佛台的师兄 他当时就爬到家里房顶上去看 高兴地用语言无法形容 小录像里面的强光 当时肉眼没看到 只是看到五彩祥云 心中喜悦 回到家 再看 发现强光闪亮 连看几遍都有 当时不确定 请刘师兄看到底有没有 他看看 确认真的有 我有发给结缘法宝的师兄看 师兄说 对 就是菩萨 感恩释迦牟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报佛恩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前天工作 一夜没有睡觉 身体透支 回到家里 洗了澡就躺下睡觉 醒来后发现 自己的衣服和被罩贴近皮肤的那一面 湿透了 出了很多虚汗 我知道是自己身体快扛不住了 身体透支了 今天又接到单位领导通知 工作又要通宵的忙 我害怕了 就像师父说的 我们是弘法人 我们是来弘法的 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肉身 不能因为忙于赚钱 工作而让肉身坏掉了 我想 我祈求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保佑我今天不要再通宵熬夜了 我明天下班要去放生 白天要有精神念经和弘法 这时我开始念准提神咒 求观世音菩萨 念到五百多遍的时候 同事叫我一起去食堂打晚饭 听到他们说 刚刚领导通知了 今天取消通宵工作了 法喜充满呀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真的很感恩 最近有时会提前通知通宵工作 我就每天针对熬夜 宵夜化解念诵准提神咒 一千零八遍 感慈悲的母亲 观世音菩萨 感慈悲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师兄们 感恩何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释迦牟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护法菩萨 感恩师兄 我分享一下 用法不失或吃素的功德 让我顺利通过科目二 好好念经 精进宵夜 感恩释迦牟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兄 感恩护法菩萨 给我机会 消夜还债 改过自新 好好学佛 一世修成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佛菩萨 师父恩德 何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肆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人分三个阶段 看山 是山 看谁 那是谁 这就是人之初 性本善 真心真情 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最有感情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是最能理解别人的 所以 妹妹 哥哥 伤痛了 我们会说 妈妈 哥哥弄破了 我们好难过呀 纯洁 妈妈 我做错事情了 我对不起 这是感觉 妈妈 我损坏东西了 我要拿我的压岁钱 出来赔 这些都是真正人的 本性的纯洁 但是我们 人越活越大 越来越为自己了 这个时候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因为人到中年 看到很多人 都是在做人 都是虚假的 这个时候 你进入了 虚幻世界 觉得这个人间 一切都是空的 和虚的 当你年纪大的时候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知道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 反谱归真 回归自然 所以记住了 看清世界 看破红尘 看破放下 人的心 像一个流浪汉 到处乱跑 所以 佛法要我们 关照自身的性格 和习惯 关照自己 是否如理如法 起心动念 就在你的佛信中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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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